今天我们来聊冯玉祥 冯玉祥是一个在民国初期就活跃 一直活跃到抗战结束的人物 在他的鼎盛时期绝对是个风云人物 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都得跟他结拜 管他叫大哥 对他的评价 无论是当时的社会还是后来的学者 都是褒贬不一 大家给他的名头也比较多 好的坏的都有 比如说不一将决 基督将决 爱国将决 倒戈将决 他还干了一件很有争议性的事情 就是把溥仪赶出皇宫 在他的这些名头里面 被议论最多的就是倒戈将决 有人给他做了统计 说了一声倒戈八次 这样一个经常倒戈的将决 一般来说名声都是不好的 而且经常倒戈 说明他的立场是善变的 但是冯玉祥是怎么做到的 在不断倒戈的过程中 他的实力越来越大 而且也能得到很多好的名声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冯玉祥的一声 冯玉祥是正经的北洋系出身 他和吴佩孚一样 都是北洋系里面第二代的人物 我们以前说过 北洋系的第一代人物 像段祺瑞 冯国章 曹昆这些人 他们都是非常的注重资历 注重辈分的 他们为了利益 有很多的名争暗斗 但是这些第一代的北洋人物 即便有矛盾 他们也不一定真打仗 就算打仗 也打得并不凶 很多时候都是找一个有资历的中间人 调和一下就过去了 整体来说呢 他们是倾向于维护 北洋系的整体利益的 但是到了第二代的北洋人物 像吴佩孚一祥 孙川芳这些人 在战场上 他们就是真打了 战斗一般都很激烈 死伤也很大 冯玉祥虽然是正统的北洋系人物 但是他和一般的北洋将领 都还不太一样 他没上过军校 一般的北洋将领 都是军校出身 军校毕业之后就是军官 冯玉祥是唯一的一个 从一个小兵慢慢往上升 最后升到了集团军总司令的 这也是造成了 他在民国期间的政府里面 跟其他的将领都格格不入的原因 冯玉祥的祖籍是安徽 他出生在直立 1882年生人 他家里面是农民出身 他的父亲也在军队里面当兵 是怀军里面职位 比较低的一个少官 冯玉祥小的时候 他家里很贫寒 他读的书也很少 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四书 就认识一些字 他12岁的时候 他父亲为了让他能吃上饭 在军营中给他补了兵额 他14岁的时候就正式当了兵 冯玉祥当兵的时候 他非常有上进心 他自己空前的时间都在读书 同时他也在打听 说怎么才能往上升呀 有人告诉他说韩操能升职 他就自己去苦联韩操 得了一个教习的职位 后来呢 袁世凯编列新军 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军 在装备 在教练方面都比旧军要先进的多 他就放弃了苦练很长时间 得来的教习的职位 周二去投奔了新军 在新军里面 他体格魁梧 加上清水苦练 一点点往上熬 三年之后 他升到了少长 少长就是排长 排长在往上就是连长了 那在新军的时期 当连长是要考试的 他居然也考上了 当上了连长 甚至后来他考上了营长 当时的营长叫管代 他是一个没有上过军销 就是一个小兵出身的 居然能考上营长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当时甚至说都可以说是个奇迹 所以说 冯玉祥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 很吃苦 他认的字不多 但是他一有时间就看书 这在当时当兵的人里面 是很与众不同的 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 他又干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 他发动了反清的起义 叫蓝州起义 当时新军里面 被革命党人渗透的有很多 新军里也有很多发动起义 这很正常 但是在北洋军里面 发动反清起义的 他是唯一的一个 非常的特殊 冯玉祥为什么会发动起义呢 一方面是他自己看书 接触了一些新思想 还有一方面是 他跟的一个老长官是张绍僧 张绍僧是一个革命党人 他发起了兵剑 兵剑不成 他就走了 冯玉祥 伙同另外两个小营长 一起造反了 另外两个营长 一个叫王金明 一个叫施从云 当然很快 他们这次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 他们都被逮捕了 王金明和施从云都被杀了 冯玉祥他比较幸运 他没死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他被陆建章给看上了 陆建章是北洋系里元老 在当时他是袁世凯的轰人 陆建章看到冯玉祥 相貌堂堂的 也很厚的 就保着他 没杀他 不仅没杀他 陆建章还把他自己的侄女 嫁给了冯玉祥 就这样 冯玉祥就跟陆建章成了亲戚 有了这么一种关系 冯玉祥再往上走就快了 陆建章开始是在北京 当执法处处长 后来袁世凯把他派到了 陕西当渡君 陆建章去陕西的时候 就把冯玉祥也带去了 冯玉祥还参加了 追缴白朗的军事行动 那时候发生了白朗作乱 在这期节 冯玉祥他就从一个营长 一路升到了旅长 他当了旅长之后时间不长 他这个旅就被改成了混成旅 叫第十六混成旅 就是这个第十六混成旅 就是冯玉祥后来的西北军 得以起家的队伍 冯玉祥制军 也是从第十六混成旅开始的 他制军的方法 跟一般的北洋军官也不一样 他没上过军校 也没留过洋 完全是自学成才 他指了 想再往上走 唯一的依靠就是他的军队 所以他对训练这支部队 非常上心 每次招兵 他都是亲自去挑 一个一个挑 要求非常严格 冯玉祥自己是农民出身 他招兵也要求 得招农民出身的 为什么要农民出身呢 这跟他制军的方式有关 他的军队就是一个大家庭 他是大家长 所有的兵都是他的孩子 他挑兵 要挑那种身体长得结实的 而且也是家里非常穷的 他就把这些身体素质 还算比较好的 家里又穷的孩子招来 然后他对这些兵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来了之后 他会把你当成 自己家的孩子一样看待 他经常跟他的士兵们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虽然说他不是完全 跟他们的士兵住在一起 可是他经常会到士兵里去吃饭 所以冯玉祥士兵的伙食 比其他的军队都会好很多 他的士兵要是生病了 他也会带你去好好地看病 然后好好照顾你 冯玉祥请人给他自己拍过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里面 就记录了很多他在军中的场景 这个影片里面 有他跟士兵一起吃饭的场景 有他给士兵理发的场景 有他给士兵剪职业的场景 还有他给受伤的士兵洗澡 穿袜子的场景 所以说冯玉祥他完全把这支军队当成他自己家的建设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犯错了 哪怕你是团长 他也一样打军棍 他的军队训练非常严格 在当时大多数军阀的兵都是混日子的 但是冯玉祥的兵不是 冯玉祥的军队听天练兵 训练项目也非常多 而且越越多考核 每次考核一旦不及格 就会受到严格的处罚 被打军棍是经常的事 这样训练出来的兵有一个算一个都能打仗 所以后来他失败了之后 他的兵到哪儿都有人收 他的这种训练方式也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只有他挑的兵能留下来 那些军官学校的学生在他的部队里面根本就带不住 他也看不上 他的军队就是一个大家庭 他就是大家长 那时候不管是谁都带不走他的部队 他这个第十六合成绿 还有一个跟别的绿不一样的地方 当时的军队是二二支 就是一个是下面有两个旅 一个旅下面有两个团 一个团下面有两个营 一般的一个旅就有两三千人 到三千人的就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旅的上限了 但是他这个旅后来都将近一万人了 比人家的一个师都多 这将近一万人的旅 他自己说 一大半士兵的小名他都能叫出来 而且很多士兵的性格爱好他都知道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 冯玉祥对他的军队非常用心 他的这个旅人数严重超标 他的军想实际上是不够的 他就会想很多其他的方法来弄钱 他把弄来的钱 全部都用来养兵和买武器了 按照道理来说 他的部队是正规矩 应该由陆军部统一配法武器 但就是因为他这个旅严重的超额 所以需要他自己买武器 当时的军阀一般在赚了钱之后 都会把钱存到租借的外国银行 或者自己在家里面置办产业 但是冯玉祥不是 冯玉祥把这支军队就当成他自己家了 他把所有的钱都花给军队了 我们知道 在军阀割据的时代 军队就是军阀的命根子 冯玉祥的这个做法 就完美地阐释了这句话 军队绝对是他的命根子 他知道 他没有背景 他又不是军校出神 他也不会官场逢营的那一套 他要想再往上走 完全就要靠他手里的这支军队 到了1915年 袁世凯复辟的时候 猜恶他们发起了 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派出当时的陆军次长陈怡 让陈怡到四川去镇压 陈怡带了两支队伍走 其中一个旅 就是冯玉祥的这个第十六混乘旅 冯玉祥到了前天之后 他比较有心机 以保存实力为主 后来他们跟护国军就讲和了 双方停战 到了1916年的6月份 袁世凯去世了 在袁世凯去世之后 冯玉祥就带着他的部队撤回北京了 他基本上也没受什么损失 冯玉祥在回到北京之后 他因为得罪了当时的陆军次长附良组 所以被免职了 被免职本来应该由其他的将领来接管他这个旅 但是他这个旅只听他的话 别人都指挥不了 也就一直没有人来接管 紧接着1917年发生了张勋复辟 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 段祺瑞他没有自己的军队 他用钱收买了三支军队 其中一支就是冯玉祥的第十六魂通旅 段祺瑞答应冯玉祥 说你跟我去讨伐张勋 我给你官复原职 冯玉祥本来对复辟清朝就有意见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他就是参加了革命的 他是反清的 段祺瑞一找他 跟他一说条件 他当场就一拍即合 跟着段祺瑞走了 那张勋复辟12天就结束了 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政 冯玉祥也官复原职了 由于这次行动 他跟段祺瑞的晚戏 走得也比较近 1917年下半年 段祺瑞发动了武力统一南方的战争 冯玉祥的第十六魂通旅 也被派到前线去了 我们前面说过 冯玉祥的后台是陆建章 陆建章是直系的人 当时直系是不想打这场南北战争的 因为一旦打起来 在战争前线的省份是长江三都 长江三都都是直系的人 所以直系主张南北和谈 陆建章就跟冯玉祥说 说让他不要打 冯玉祥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打 因为一打仗就会受损失 而且他也不是段祺瑞的嫡系 就算打赢了 他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冯玉祥的部队开到了湖北的武穴 他就停了下来 他通电主张和平 他说国民已经七年了 内战也打了三次 打的最没有道理的就是这次南北战争 双方既没有不共戴天的丝绸 也没有非我族类的公愿 他主张南北和谈 冯玉祥在武穴组合的通电 发出来之后 段祺瑞鼻子都吸来了 在冯玉祥发组合通电的时候 直系的另外一个将领 吴佩孚刚刚打下越州 吴佩孚给冯玉祥发了个电报 说支持他 让他坚持住 没过多久 吴佩孚在湖南也通电组合 婉系控制的北京政府 本来打算撤掉冯玉祥的职务 让他的部下来接任 在当时给一个将领撤制 让部下来接任 出于利益的考虑 一般部下都会接任 这也是当时政府惯用的伎俩 但是冯玉祥的手下特别团结 没人出来接任 婉系没有办法 他只给了冯玉祥一个撤制留任的处分 后来在曹昆的调停下 冯玉祥去了湖南常德 归入了曹昆的序列 再后来南军主动撤退 冯玉祥捡了个便宜 做了常德阵仇使 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块小地盘 同时他也算是加入了 对难作战的队伍 北京政府总算是有个台阶下了 不过这次 冯玉祥算是跟婉系也结下两子了 他就顺势投靠了 操控吴佩孚这一戏 在常德他也没打仗 仗已经被吴佩孚打完了 在这期间 冯玉祥信奉了基督教 他找了牧师 让牧师把他的士兵全都洗礼了 所以他也被称为基督将军 那我们说 冯玉祥为什么信基督教呢 他是真的信基督吗 我们看他后面的表现 也未必是真信 因为在大革命的时候 他又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共产主义 后来加入国民党之后 他又信了三民主义 从他的这个表现 我们觉得 他更像是要给军队 找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东西 就光是身体上的训练不行 还得找一个精神上的信仰 更有利于军队的凝聚力 他跟了直系之后 参加了直系和晚系的直晚战争 直晚战争的结果是直系获胜 冯玉祥跟的是直系 属于胜利的一方 因此他从一个旅长变成了一个师长 那直系控制的政府 把他调到了陕西 做了陕西独军 这是冯玉祥第一次有了一个省这么大的一个地盘 他开始扩充军队 他的军队后来就被叫为西北军 1922年 直系和凤系打了第一次直风战争 冯玉祥出通关 击败了河南渡军召替 他接任了河南渡军 但是他这个河南渡军没当多久 就被吴佩孚给撤了 吴佩孚对冯玉祥是有所防范的 毕竟冯玉祥不是他的嫡系 是后来投靠过来的 吴佩孚就给了他一个官 叫陆军检阅史 这个陆军检阅史 其实是名声暗将 就把他给调到北京来了 那冯玉祥到北京 他不可能把他自己的部队给扔了 他就把他的部队也带到北京来了 他的部队就驻扎在南苑 那可是他这时候不做独军了 就没有地盘了 没有地盘 他这些军队怎么养呢 就不好养 而且他的军队在陕西和河南的时候 已经扩张了 扩张成了一个十三个旅的一个大部队了 吴佩孚不给他军费 是想让他自生自灭 那冯玉祥只能自己想办法 曹坤这时候接议了冯玉祥一下 曹坤把本来应该从税收里面 拨给大总统黎元宏的钱 分了一半出来给冯玉祥 算是接计他一下 就算是这样 也完全不够冯玉祥用的 所以冯玉祥这时候特别困难 冯玉祥到了北京之后 在精神上 他又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影响 开始变得越来越爱国 甚至很激进 所以别人又给了他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这时候共产党已经成立了 他跟共产党人跟苏联也联系上了 不过这时候的苏联还没有给了钱 真正给他军费上面的支援的是谁呢 是张作霖 在打完第一次直凤战争之后 张作霖就退到了关外 张作霖一边冲整军队 一边在关内找可以联合的力量 这时候正好冯玉祥被吴佩服打压 生存很艰难 张作霖就开始接计冯玉祥 帮助冯玉祥渡过难关 到了1924年的时候 第二次直凤战争打响 当时凤军是分三路南下 直军也是分三路迎战 直军的第一路是吴佩服自己带队 第二路是王怀庆 第三路是冯玉祥 吴佩服对冯玉祥有点不放心 于是他就派胡林义带领一个师 来监视冯玉祥 没想到的是 冯玉祥和胡林义早就结成同盟了 他们打算造吴佩服的法 跟他们结成同盟的 还有驻守北京的孙岳 当时吴佩服把孙岳调到北京 让孙岳当北京位数司令 吴佩服的直决和张作霖的凤局 在前线打得很凶 这场第二次直凤战争 是北洋郡阀有史以来 打的烈度最高的一场战争 当他们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双方在深海关决战 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冯玉祥偷偷偷地杀毁了北京 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之后 吴佩服回远 但是无济于事还是战败了 在这之前 吴佩服是长盛将军 每战毕生 这一次冯玉祥倒戈之后 吴佩服彻底的大败 吴佩服败得非常惨 他精心续练的部队 全部都土工瓦解了 他只带两千个人跑了 因为这次倒戈 冯玉祥被很多人骂 他也背负了很大的恶名 他实际上倒戈的原因 是因为被吴佩服的歧视 养不起军队了 但他公开打出的公告是 说操捆吴佩服腐败 操捆会选 他才发动了北京革命 他不是倒戈 在他后来写了回忆录里面 他也指说自己背叛吴佩服 是因为吴佩服对他不好 他是吴佩服派人来监视他 但他并没有说 他拿了张作霖钱的事情 直系战败之后 冯玉祥和张作霖 共同控制了北京 实际上张作霖的奉军 并没有进入北京 奉军绕过北京 直行南下了 那这时候的北京 实际上是冯玉祥的军队在驻扎 冯玉祥在北京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他改了军队的名字 改名叫国民军 第二件事他把溥仪赶出了皇宫 冯玉祥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是因为这时候他在北京受到苏联的影响已经比较多了 整个人都比较激进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 他要完成当年的一致 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 他发动了反清的革命 不过被镇压了 现在清朝虽然被推翻了 但是他要推翻得更彻底 他要把小皇帝赶出皇宫 他做的这个事争议非常大 有说他做的好的 也有说他做的不对的 南方比较激进的革命党 当然说他做的好 可是北洋系的大佬都在骂他 说他做的不对 骂他的声音主要的依据是 说他违反了民国跟清亭前的优待皇室条件 清帝训位诏书和优待皇室条件 这两个文件 可以说是中华民国被认可是合法政府的出生证 这个出生证是获得国际认可的 也是有世界各国驻大清外交使团的背书的 而且满人的皇帝 他并不只是汉人的皇帝一种身份 满人的皇帝同时还是蒙古的大汗 也是满族八旗的首领 也是西藏认可的保护人 那溥仪的存在对各民族的团结 它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存在的 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去了 违反了优待清世条件 等于是撕毁了民国和法性的这个契约 这也给溥仪后来接受日本关东军的条件 做了满洲国的皇帝创造了合理的借口 这是骂冯玉祥的声音 也有挺冯玉祥的他们的手法是 1917年的时候 张勋复辟 溥仪出来当皇帝 等于是溥仪自己撕毁了契约 并不是冯玉祥撕毁了契约 但是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因为在张勋复辟的时候 溥仪才11岁 他还不具备独立选择的能力 不过我们说啊 有些说法说的是 因为冯玉祥把溥仪赶出了皇宫 才导致了关东军有了清朝皇帝 才得以成立满洲国 这个说法也有问题 关东军想成立满洲国 就算没有溥仪 他一样也能成立 他想干这个事怎么都能干成 不过冯玉祥在干了这个事之后 他在北洋系的名声 确实是越来越不好了 后来奉系的张作霖 联合段祺瑞 一起在政治上打压他 冯玉祥他就自己主动退了一步 他带着他的部队退到了张家口 张家口当时属于查哈尔省 他宣布自己担任西北边防军督办 把他的部队改为西北边防军 这时候冯玉祥 他属于比较孤立的一个状态 张作霖和段祺瑞打压他 吴佩孚恨他恨得要命 他就比较需要一个外地的援助 他当时就和苏联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苏联也想把他培养成一个 可以跟国民党合作的一个势力 1925年 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 缝隙的战争就爆发了 双方打了有半年的时间 到了1926年 国民军就撑不住了 而且吴佩孚也夹下来了 吴佩孚的直系和张作霖的缝隙 他们打了两次大战 现在居然联合起来打冯玉祥了 他们两个联合起来之后 就完全不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能对付的了 冯玉祥想着把他的军队保存起来 他用的办法是主动下野 他想着 他是吴佩孚的主要目标 如果他下野的话 吴佩孚和张作霖应该能够放过他的国民军 他就去到了苏联 他名义上是到苏联考察 其实是争取援助 那冯玉祥下野的这个行为 从后来看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 因为在他下野之后 缝隙和直系对国民军的攻势并没有放松 而且冯玉祥走了之后 他的部下并不是很和睦 他的部下带领着国民军放弃了进京 国民军的大部队退到了张家口 他们在北京的南口设了一个阵地 南口是一个军事要塞 一手难攻 张作霖的缝隙和吴佩孚的直系 都一起来攻打南口 这时候延西山的进气也来了 也加入了围攻国民军的阵营 在这三方的打击之下 国民军还能守得住南口 一直守了八个月 缝隙直系进系就真的没打过去 后来国民军自己溃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的国民军已经有二十万人了 二十万人的大军 一下子都涌到了张家口 张家口当时属于查哈尔 查哈尔是个穷地方 根本就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这二十万人在张家口很快就没凉了 没凉之后军队就散了 散了之后的军队很多都被其他军队给收编了 这时候冯玉祥还没回国呢 他的军队就已经散了 到了1926年中旬 冯玉祥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发表的言论 看起来是很革命的 他表现出很欣赏苏联的气质 实际上他带回来了苏联给他的自信和武器的援助 九月中旬冯玉祥到了隋远的五元县 在五元重整他的队伍 组建了国民军邻居 冯玉祥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五元事实 在五元事实的时候 冯玉祥首先公布了自己加入国民党的身份 冯玉祥在到苏联的第二天 他就在虚签的介绍之下加入了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之后 他就接受了孙中山的主意 他表示要做一个彻底的三民主义者 同时因为他跟苏联建立了联系 很多共产党员被派到了国民军中 共产党深入到他的军队里面 要给国民军引进苏联的政治体制 在五元事实之后 冯玉祥参加到了国民军的北伐阵营中 我们说冯玉祥是一个正统的北洋系的军阀 现在他彻底的反过来了 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 参加到了北伐里面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这时候严锡山也宣布 宣布加入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队伍 凤系本来对着蒋介石的军队 就已经打得比较艰难了 这时候又加上了冯玉祥和严锡山的军队 就更麻烦了 尤其是冯玉祥的军队 他是越打人越多 因为他的军队当年是散了 不是被消灭了 他们都分成小谷 被别的军阀给改编了 现在冯玉祥回来了 他的部队就陆陆续续的也回来了 当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 蒋介石的黄埔军是第一集团军 冯玉祥的军队是第二集团军 严锡山的军队是第三集团军 李曾仁白崇喜的军队是第四集团军 到了1928年 张学良东北一致 北伐设施成功了 全国进入了形式上的统一 冯玉祥进到了南京国民政府 担任行政副院长的职务 兼任军政部部长 但是这种统一没持续多久 很快 蒋冯严李这几家就闹翻了 闹翻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地盘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裁军 地盘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北伐军打平筋的时候 其实平筋是块比较难啃的骨头 因为当时张作霖的主力都在收平筋 蒋介石就去跟冯玉祥谈 说大哥你的队伍能打 平筋就靠你了 打下来之后 平筋就是你第二集团军的了 所以打平筋的时候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打得很勇猛 冲锋在前 打下平筋 第二集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可是真正的平筋打下来之后 蒋介石看到第二集团军的这个势头 他已经感觉到压力了 后来他跟阎锡山一商量 真正往平筋派的人都是阎锡山的人 因为这个事 冯玉祥就特别露过祸 这是他第一个闹翻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裁军 在北伐之后 蒋冯严李这四个集团军都非常庞大 养这些军队的军费是天文数字 当时中国的经济根本支撑不了 所以北伐成功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裁军 可是这四个人 他们都不想裁自己的军 他们就开会讨论 讨论来讨论去 也讨论不出来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 就只能打了 首先开打的是蒋桂之战 结果是蒋介石把桂系打下去了 还剩下就是冯玉祥和延续山 蒋冯严他们也开打了 他们是边打边分化边收买 分分合合拉拉扯扯 里面还掺杂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斗争 最后蒋介石胜利了 蒋介石能胜利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张学良的加入 当时他们都拉拢张学良 张学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就赢了 那冯玉祥和延续山就被打败了 战败之后他们的损失都很大 冯玉祥的损失是最大的 冯玉祥最后只剩了一个警卫团 他的部队都打没了 冯玉祥和延续山的地盘也都丢了 蒋介石让张学良把他俩的地盘都给收了 冯玉祥和延续山这两个人就都躲了起来 再后来就到了1931年 918事变之后 国民党需要团结 他就既往不咎了 不追究责任了 冯玉祥和延续山就都可以出来了 可是冯玉祥和延续山 他们两个面临的处境是不一样的 延续山他是有自己的地盘 延续山统治山西这么多年 他是深耕过这片土地的 他再回去之后很快就东山再起了 冯玉祥当时的地盘很大 比延续山还要大 但是他没有深耕过任何一个地方 当时参加北伐战争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部下跟他说过 说咱们不要把大军全部都投入进去 当时他们的部队还有驻扎在甘肃的 还有驻扎在青海的 他给冯玉祥的建议是 后方应该有所保留 但是冯玉祥的判断是 形势是可以的 他就把后方的部队全都抽到中原来了 那在中原大战之后 中原待不住了 甘肃也没有了 陕西也没有了 他的部队被打败之后 就没有后退之路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他的部队都被蒋介石画展为零给改编了 冯玉祥在再次出伤之后 他就没有军事力量了 虽然他也经常发声 但是力量已经很微弱了 到了1933年春 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 又占领了热河省 在这个形势之下 眼看平津地区就很危险了 也包括查哈尔 冯玉祥再一次来到了查哈尔张家口 他把当地的散兵游泳都集中起来 组织了一支队伍 这些散兵游泳大概有三四万点的样子 这大部分都是从东北抗日失败退到关内来的 没有人统领 冯玉祥就把他们整合了起来 他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支军队就是查哈尔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带着这支队伍抗日 他们当时的日卫军在查哈尔占领的一些地区 比如说康宝 宝昌 孤远都给打下来了 特别是还打下了北方的重镇多伦 当时中国民间的抗日护胜也很高了 那冯玉祥这么一打 他的声望又起来了 不过很快 冯玉祥的这波声望 又被蒋介石给压下去了 蒋介石为什么去压他呢 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做法 跟蒋介石当时定的大的策略 按内让外不一致 另一方面冯玉祥的军中 赤话得很严重 喊得吊得很高 蒋介石是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冯玉祥的查哈尔抗日同盟军 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周之后 很快就结束了 冯玉祥也被迫离开张家口了 他重新回到了泰山去读书去了 在这以后 冯玉祥的军事生涯也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他之后再出来发声 也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了 在抗战结束之后 冯玉祥出国了 出国的名义是水利特使 他到美国去考察水利 在他出国之后 蒋介石让他退役 这对冯玉祥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因为冯玉祥从12岁开始就是一个军人了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让他退役 冯玉祥在美国就公开化地批评蒋介石 他在美国街头演讲 甚至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助蒋介石 他说蒋介石是独裁 而且还批评蒋介石发起内战 他生缘国内的一些民主运动 冯玉祥的这些行动就意味着和蒋介石彻底决裂了 蒋介石也非常生气 1948年5月 共产党向各种民主力量发起号召 号召各种民主力量都来北京一起共上国事 冯玉祥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动身回国 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 他坐船准备转到苏联回到国内 很不幸 在回国的途中传上是我冯玉祥遇难 他遇难的真正原因 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寻而未决的一个谜团 这就是冯玉祥的一生 那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冯玉祥的两个主要的外号 他第一个外号是基督将军 这是关于信仰的问题 这冯玉祥的信仰我们看到 他经历了几次转变 一开始说信基督 后来改成信共产主义 再之后又一度转为信三民主义 他这几个信仰按照我们看来 不一定都是真信 更像是一种在精神上 给军队增加凝聚力的一个手段 尤其是信共产主义 他到苏联的时候为了讨好苏联 他说他自己是工人出身 其实是撒了谎的 他很明确的是一个农民出身 所以他这个信仰我们看来 更多的还是为利益服务的 他的第二个外号是倒戈将军 有人跟他总结过 说他一声一共倒戈八次 第一次是说他当清朝的官 发动鸾州起义 倒清朝的戈 第二次是他当袁世凯的官 与护国军合作 倒袁世凯的戈 第三次是在南美战争中 五血组合 倒段祺瑞的戈 第四次是在第二次直风战争 发动了北京政变 倒吴佩孚的戈 第五次是联合郭松林 一起发动反凤战争 倒张作霖的戈 第六次是他加入北伐 倒北洋政府的戈 第七次是国共分裂的时候 他驱逐共产党人 倒共产党的戈 第八次是中原大战 倒蒋介石的戈 那按照我们的看法 在国民期间 各军阀之间相互联合 然后再反目 是经常有的事情 他的这些行为 其实算不上都是倒戈 要说倒戈吧 就只有在第二次直风战争中 他倒吴佩孚那次 他临阵倒戈 使得吴佩孚惨败 再也缓不过来 这次倒戈的影响很大 可能算是他唯一的一次倒戈吧 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开通了1921年到1945年的 专题历史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开启小频道 我们下期见